做人不能太过分,如果凡事都喜欢刻意地刁难别人,到最后很有可能吃亏的还是自己。 做人也不能太视力,今天我们看不起的人,也许日后会成为我们贪不起的人。 李梅的家里就有一个看不起别人,还喜欢处处刁难别人的人。 李梅是家里的老爱,她还有一个比自己大三岁的哥哥李浩,李梅和李浩兄弟情深,从小关系就特别地好,而他们的父母对他们也是一视同仁,没有丝毫的偏心。 但是李梅的嫂子冯琪却是一个十分耐相处的人,她不仅没人自私,还特别地刁蛮无理,平日里总是仗着自己长嫂的身份,对李梅两口子肆意地打压。 李梅的丈夫宋哲是一个农村小伙子,虽然她的家庭条件不好,但是为人忠厚老实,而且她也停介着自己的努力,在城里获得了不错的成绩,可是尽管如此,冯琪还是看不起宋哲,更是经常阴阳怪气地嘲笑李梅找了个乡下老公。 李梅看在李浩的面子上,不跟冯琪一般见识,只是因为冯琪的一再挑衅,李梅和李浩之间也逐渐地疏远了许多。 李梅的母亲对自己的这个儿媳妇也是非常地不满意,眼看着李梅兄弟,两人变得疏远了,心里很不是滋味,她一再地告诫冯琪做人要善良一点,别总是那么刁难无理,趾高气扬的。 可是冯琪根本就不听,依旧整天一副傲气凌刃的模样,感觉她谁都看不起,也不知道她是哪里来的自我优越感。 有一次,宋哲的一个项目提前完成了任务,她不仅获得了老板的嘉奖,还有了上升的机会,于是她就想趁着这件喜事,请家里人一起吃顿饭,也好缓和一下李梅和冯琪之间的关系。 可是没想到的是,李梅打去电话邀请李浩一家的时候,还是遭到了冯琪的冷嘲热讽,这让李梅十分地不爽,一气之下她甚至想取消这次聚会,最后还是在宋哲的安抚下,气消了不少。 然而在聚会的当天,宋哲果不其然地还是受到了冯琪的刁难,然而这一次,出面教训冯琪的不是李梅了,而是李梅的妈妈。 在经过了一家人的推荐之下,宋哲最终选择了冯琪推荐的一家精品海鲜酒楼,本想着处处迁就冯琪,却没想她从一见面就开始各种挖苦李梅和宋哲。 一家人刚刚到齐,就听见冯琪阴阳怪气地对着宋哲嘲笑道, 我只是随便说说,你还真打算请我们在这吃,你知道在这吃顿饭得花多少钱吗? 可别最后掏不出钱,还得麻烦别人替你买单。 听着冯琪的一顿嘲讽,李梅的火就不打一处来, 她刚想站起来给冯琪一点颜色看看,却被她的母亲制止住了。 李梅的妈妈一脸严肃地说道,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到一起,都少说几句。 既然冯琪对这家店比较熟悉,那就你来点菜吧。 冯琪心中正有此意,她拿过菜单,简单地扫了一眼,便叫来服务员开始点菜了。 她点菜并不是看中哪道菜哪味点哪道,而是专挑贵的点。 四,五道菜下来,李梅看出了她的用意,她刚想要打断冯琪, 却看见自己的妈妈悄悄地示意自己不要管她。 冯琪几乎把酒店所有的贵菜都点了过来,李浩小声地斥责她,告诉她差不多就行了,别太过分了。 冯琪这才不情愿地放下菜单,结束了这一环节。 一大桌子菜很快就上棋了,一家人有说有笑地尽情享受着这顿大餐, 而冯琪对自己的战绩也是非常的满意,就等着看接下来的好戏了, 所以她也就没有再为难李梅和宋哲两口子。 大家酒足饭饱之后,便准备离开, 这时冯琪便示意宋哲赶紧去结账, 接着她更是主动地叫服务员过来结账, 因为她已经等不及看宋哲结账时的窘迫表情了。 正当宋哲掏出钱包准备付钱的时候, 李梅的妈妈却突然站起来拦住了宋哲, 她对着冯琪毫不客气地说道, 今天这顿饭,谁点的菜,谁来结账。 说完便示意,李梅赶紧拉着宋哲离开, 而李梅的妈妈更是对着李浩发话, 今天冯琪请客,你别掏钱。 冯琪对于婆婆的这个决定肯定是不同意的, 可是无论自己怎么争辩, 婆婆都无动于衷, 而一旁的李梅更是一直拦着宋哲不让她结账, 就连自己身边的李浩都默不作声, 这一下冯琪嚣张地气焰一下, 全都消失不见了。 此时服务员一直就在冯琪的身边等着收钱, 无奈之下,冯琪为了避免尴尬只好自己掏腰包, 请家里人吃了这顿饭, 聪明反被聪明误, 冯琪最终还是替她的自作聪明买了单。 做人不能亲人太甚, 只有为人宽容大度, 才能维护好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, 反之,如果自己刁钻任性, 那到最后肯定会是自食恶果。 通过李梅的故事, 我们应该要明白下面这两个道理。 一,不要轻易地瞧不起别人, 每个人的未来都是一个未知数。 有些人总是会看不起别人, 自己本身并没有多么优秀, 却总是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我优越感, 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的人, 经常会看不起外来的务工人员。 我觉得只要是靠自己生活的, 无论是什么工种, 无论是哪里来的人, 都是我们值得去尊重的。 而对于那些外来的打工人员, 我更是格外地钦佩, 抛开外出打工的原因不提, 他们可以远离自己原本熟悉的一切, 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地方奋斗, 单凭这一点就足够让我们对他们另眼相看。 远离自己的舒适圈, 选择到陌生的地方奋斗的都是勇敢的人, 而那些从小娇生惯养的温室花朵, 霸占社会资源却无所作为的人, 还有那些离开了父母根本无法生存的人, 又有什么资格去嘲笑和看不起别人呢? 人的一生不可能一直都是顺顺利利的, 难免会经历一些挫折和坎坷, 但是只要我们不放弃, 就一定会成功。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只潜力骨, 只要自己肯它是努力的奋斗, 那未来的日子一定不会太差。 虽然现在的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, 但是未来的路谁也不知道。 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看不起别人,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, 今天我们小瞧的人, 会不会成为日后那个我们高攀不起的人。 二,总是刻意刁难别人的人, 小心恶有恶报。 做人应该要善良一点, 虽然当今的社会教会我们人善被人欺的理念, 但是我们也要明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道理。 虽然做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, 要自私一点, 但是这并不等同于可以肆意地去刁难别人。 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, 我们都不应该刻意地去为难对方。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,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, 即便是最底层的工作人员, 他们也有权利得到最基本的尊重。 那些总是刻意地刁难别人的人, 也该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, 如果有一天被刁难的是自己, 那自己的内心该会有多么的无助。 人们常说善恶中有报, 自己怎么对待别人的, 总有一天会轮回到自己的身上, 即便不相信这些, 做人也还是善良一点为好。 在这个社会上, 哪个人为了生存都过得很不容易, 我们做不到帮助别人, 就尽可能地做到不挖苦, 不刁难别人。 社会的苦难已经磨灭了我们心中大部分的善良,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。 也希望我们可以温柔地对待别人, 保佑自己内心仅存的那一丝善意。